安兰和于陀两位谷祖仅用一道法旨 就让众人为之站立 他们所要接引的道友究竟指的是谁 书接上回 当安兰和于陀降下的法旨显灵后 一个又一个金色的骨子出现 并发出宏大的声音 那像是在斥责天渊 在跟其论述某种因果 所有人惊悚万分 安兰和于陀两位谷祖究竟是何其逆天 竟然仅凭一道法旨就能如此 抑郁的诸多生灵不由自主地跪拜了下去 那是发自灵魂的臣服 而九天十地这边哪怕人们不愿意 也有不少人双腿发颤 要对两位谷祖俯首扣拜 这是一种威压 犹如弱小的走兽见到兽王 不得不对其表示臣服 突然间 古图封天 纤维弥漫 手持十戒图的大长老来到这片区域 他凭借至宝抵住了法旨的威压 守护住了九天这边所有人 另一边 金色法旨已经彻底燃烧殆尽 数千古字飞向高空 震碎苍穹 隐约间人们看到了两道虚幻的金色身影浮现 在点指天渊的尽头 大长老无比震惊 抑郁的安兰和鱼陀实在太恐怖了 毕竟在仙谷末年能够击败无中仙王与六道轮回仙王 就足以说明了一切 当然两位仙王不见得是既不如人 只是仙谷这一边的元首不多 但不管怎么说 笑到最后的是安兰和鱼陀等人 片刻之后 天渊中出现了剧烈的反应 一道赤红色的秩序神炼化为仙剑 直接展向那些从法纸上腾出的金色骨刺 宏大的声音再次响起 那两位抑郁鼓祖爆发出浓郁的杀意 要席卷整个天渊 然而这终究只是法纸 所发挥的威能十分有限 无法阻挡天渊的恐怖力量 最终秩序神炼如同上仓在降下罪法 击碎了所有骨刺 让法纸彻底消散 十号急忙走到大长老身边 询问金色法纸上所发出的声音有何寓意 大长老无比严肃地回应道 他们在赤天论述一桩因果 大体意思是必须要找到那件东西 此外要接引回几位道兄 故此他们必须入关 在场的众人听到大长老的解释后 一个个脸色苍白 并联想到了很多事情 他们要寻找的那件东西 很有可能涉及到一桩千本大秘 这也是异于为何不惜代价 也要杀入九天十地的原因 此外 安兰和于托所说要接引几位道兄回归 这更是让人感到惊悚 别说其他人 就连大长老自己都感到了头皮发麻 地关这一边难不成还有异域的人 并且按照法旨所言 那几人和安兰是同级别 不然何以称之为道兄 更为可怕的是 安兰和于托已经发话 他们不久之后要入关了 这次的消息 光想一想就让人感到浑身冰凉 简直害人至极 这时异域手持乾坤带的老者 迈不向前说道 我劝儿等 趁早交出那件东西 大长老平淡地回应道 让明白的人跟我谈 你还没资格 紧接着大长老一闪声 就此消失了踪影 而双方老祖级别的人物 也跟着纷纷离开了此地 所有人都知道 这些老祖引到了暗中 进行对峙 毕竟这种级别的战斗 影响实在太大了 普通修士们根本无法抗衡 抑郁的领军人物说道 如今老祖已走 我等再斩下一些人头 也该回去了 武风 你上前去将那荒的头颅斩落 随后武风走向前去 直接伸手点指十号 十号自然无所畏惧 他也迎面走去 要会一会这个所谓的天王人物 武风率先开口说道 真是让人为难 金陀前辈让我斩你头颅 可贺子明道兄却说 你是他的对手 必须亲手杀你 这番话让九天十地 这边的修士们暴怒不已 武风实在太过自负 真的以为可以轻松灭杀十号吗 而后十号霸气地回应道 你根本不用为难 今日先斩了你 来日再灭了贺子明 武风继续说道 贺兄身份超然 能够点名提到你 应该值得自傲 我先和你过上几招 若是你没有传闻中那么无敌 我便冒着得罪贺兄的风险 替他先斩下你的头颅 下一刻武风大吼一声杀 手捏天刀印向着十号劈杀过去 顿时一道数万丈长的 金石刀芒浮现而出 十号则是以拳印 直接硬撼对方的刀芒 很明显这两人上来 就暗中运转了各自的强大秘法 将千百招浓缩为一世 想要立刻解决掉对手 伴随着轰隆一声巨响 十号的拳印直接正开茫茫天刀 震得虚空崩塌 不断溃灭 紧接着武风运转祖术 不朽天刀诀 将刀印推向了极致 这是一桩无比可怕的刀诀 乃是起名不朽 亲自传授 顷刻间刀芒万虫 银白胜猎 像是要将整片天穷斩落下来 面对如此可怕的一击 十号暗中运转不灭金 再次挥拳迎击而上 接连三拳 十号全部轰在天刀上 跟对方捏刀印的手掌剧烈硬汗 下一刻 远方传来了撤退的号角声 两者就此分开 交错而过 武风面色凝重 难以掩饰心中的震惊 异域年轻一代的其他人 非常不甘心 对着十号叫嚣道 今日暂且饶你一命 等到武天王下次与你相见 一定会斩下你的头颅 十号平淡地回应道 问问你们的武天王 他能行吗 武风并没有回头 跟着异域的大军直接撤走了 直至走到大漠的尽头后 武风忍不住开始大口咳血 并且整条右臂开始劈啪作响 险些全部爆碎 异域年轻一代全部大吃一惊 询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武风回应道 此人在年轻一代堪称无敌 没有几人会是他的对手 除非贺兄亲自出手 否则那就要去请出 安兰和鱼陀家族的后人了 此话一出 年轻强者们纷纷震惊 慌有这么可怕吗 甚至需要惊动地族 不过也有人说到 这件事还需要慎重 地族后代一旦走出谷地 肯定要称霸世间 那个时候就再也没有 我们这些人发挥的余地了 与此同时九天十地这一边 也在领军骑士的带领下 开始向着地关撤退 一场大战也便就此宣告了结束